董明珠懂大姐造车真是一波三折,自初2016年是格力电器想要收购珠海银龙,但由于中小股东强烈反对,一案就没有通过。 一气之下,董明珠决定以何人名义投资,但那她是怎么投资的呢?她通过抵押格力电器的股票,掏了近10亿元。 董明珠为S为银仓,从合作到分手,正好过去两年是大蓝筹的行情,所以格力电器的股价一路上涨。 这也为董明珠投资珠海银龙提供了便捷的帮助,再加上她又拉来了王健林,刘强东包括央喜在内的合作伙伴,共同出资30亿元,获得了珠海银龙22.3885股权。 其中董明珠持股比例为7.46%位列珠海银龙第五大股东,所以一时间董明珠造车,成为当时宏洞性的新闻,成为一个网红现象。 在董明珠入股后不久,珠海银龙再次进行增资,她的持股比例提升至17.46%,成为珠海银龙第二大股东,仅次于大股东为银仓的25.99%。 但是,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,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。 11月13日,珠海银龙自扑家丑拔表称原董事长魏银仓,原总裁孙国华涉嫌通过不法手段,欺占公司的资产超10亿元,魏银仓也赶过来告董明珠伤害大股东的利益。 而现在珠海银龙的董事长跟总裁已经换成了董明珠方面的人,市场突变,有一个哮喘说翻就翻。 消息一出,外界一片哗然,其实在这两年中,他们也是有过蜜月期的,在蜜月期间还进行了高速扩张。 珠海银龙在拿到了董明珠方面的投资之后,在全国各地扩建了约11个产业园,投资金额高达800亿元左右。 并号称2020年珠海银龙的产能目标,是10万辆西门元车。 但是,天有不测风雨,这两年关于西门元汽车的政策,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尤其是政府对于西门元汽车的补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过去只要企业生产出西门元汽车就能够拿到补贴。 现在为了打击西门元汽车行业的偏捕的现象,政府的补贴开始调整,不光要收车成功,而且也要求行驶多少公里之后,真正能够上路之后,这个补贴才能到手。 这个政策的调整对于西门元车行业,理需假繁荣,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 过去传统模式就是地方政府拿地,企业承诺投资,然后建工业员,建完之后政府帮助消化新门元车。 这样企业要么从中央财政那里边拿到补贴,这是一种双方货者说多方货利的一种模式。 但说白了一定程度上就是掏财政的腰包,能源车补贴方法调整之后,让这些打中央财政散盘的企业就暴露了原形。 这样一来的话影响相当大的。 无漏偏遭连阴遇,今年5月,珠海银龙IPO辅导终止。 随之而来的是负面消息缠身,珠海银龙被爆经营出现问题,工厂停工,静单下降,裁员,拖件供应商贷款等。 另外,珠海银龙的车是用钛酸锂电池,钛酸锂充电确实是非常快,但是续航里程实际上是有限的。 它是合约城市公交,很难被一般的消费者所青睐,也是它有天花板的一个地方。 当然,董明珠兼职要投资住海银龙,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 因为隔离电池虽然在国内是一家独大,但是毕竟市场份额已经占了40%左右,发展也有天花板,企业也想寻找新的发展方向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,董明珠选择的投资方向是没有错的,只是选择的合作对象恐怕还是有一些问题,尤其是当市场风云突变的时候,政策环境变化的时候,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